詞曲、李宗盛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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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莉在訪談的當中 她常常講 她覺得她是個沒有家的人 我說你怎麼會沒有家呢 你有大甲的家 你有清水的家 他說對那哪一個呢 我其實我的背後愛很環整 可是為什麼我還是那麼困難 我還是那麼的不安全感這件事 所以當你一直在漂流 就像那天我搭廣課的冷車 他說我們這場景沒有一個超過15天的 我說對不起 但我就是遊牧民族 這就是我的人權 久久在這裡回去一邊 你男朋友看到你一定很高興 你也就是要遊牧民 你如果遊牧民 你男朋友看到你會很高興 妹妹啊 你媽媽愛什麼 妹妹 我要留在地 你來 我要選擇 一個人的成長真的是很有趣 我常常覺得說獨生女很幸福 人家都說是嬌嬌女 可是我又覺得說 我在某些時候是很孤單的 我很像一隻小小的寄居蟹 我就一直在活在這個殼裡面 吸取養分 然後等我慢慢長大以後 我就這個地方不能住 好 那我就吞開來 然後到進入另外一個殼裡面 去尋求安全感 這個殼可能是一個劇組 可能是一個環境 可能是一群朋友 可能是一個角色 所以就是一個寄居蟹的人生 我覺得她在很年輕的一段時間裡面 她一直在找這個歸屬感 就是好像哪裡是我的家 但好像哪裡也都不是我的家 最後ending 家裡師姐在回想她從年輕到她現在這個階段 然後所有的過往 心路歷程 開心的不開心的 難忘的刻苦迷心的所有 然後用早點回家這首曲提取 然後串起她整個回憶這樣 找不到答案 就回家吧 早點回家其實是 早點確定自己的方向感 然後重新出發的意思 對我來講很單純嘛 就是重新找到自己的能量 然後再出發 和媽媽覺得她 隨時的回去 我沒有看到 最近妳的抽象 我覺得 應該不是說回家路上 我已經回家了 我只是希望在回家的這些路上 有更多的家人趕快聚集回來 就是找到自己的新的方向 找到自己回家的路 可以 步伐踩得更穩當 更有安全感 走 我們一起回家 好 我跳上了車 回家 Sunday 時 回家 看 贏